记者吴生如基隆报道,29岁张信男子从海洋大学休学后多次前回校园新切,不只偷走实习商店内200根香肠,就连副教授的电脑都不放过。 去年11月16日,张楠因缺钱花用,利用实骚的学生正当工序,迁入某教授研究室偷走4000元现金,还搜刮小饼干。 基隆地检署检察官甄讯师,认为张楠里有精神官能性忧郁症,且承认犯刑,予以还起诉处分,以立自新。 警方调查,案发当天下午,张楠建该名教授研究室无人在内,推测教授及学生都在上课,大胆在拿出失造的学生证,利用卡片在门缝中破坏锁头功能。 进到研究室中搜刮里面的小饼干及现金4000元现金。 教授受课返回研究室时,发现门锁被打开,里面的现金不翼而飞,连饼干都被带走。 推测是遇到切贼,立刻报警并调阅监视器揪出切嫌。 远景看到监视器画面,认出切嫌就是张信修学生,即刻通知他到案,说明张楠到案后对于犯刑坦诚不会,直接跟警方说,是我偷的。 基隆地检署检察官贞讯师,认为张楠已经坦诚犯刑,且已经赔偿被害人损失。 深具回忆,加上他里有精神官能性忧郁症,并指出三军总医院诊断证明,予以还起诉处分,还起诉期间为一年。 据悉,张楠就学识沉迷于网络游戏,五年前决定休学,却没有。 回到双心家中,就在学校附近徘徊逗留,只要缺钱就跑到学校内行窃,2014年就曾因为偷窃海洋大学陈信博士研发的香肠200根被警方逮捕,而证物都被他吃光了,随后陆陆续续又犯下多起窃盗案件,是海大的头痛人物。 that job. 在当地炼上来,非常贵伙优是如何说贵。 在当地炼上了这个人物,在赞啊。